比特币交易所Manggots的前行政总裁 在星期二出庭否认对他被指控 涉取价值几亿美元的虚拟货币的罪名 在法国出身的卡尔·佩莱斯 星期二乘坐汽车 在世旺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应讯的时候 企图被开记者 他被控的罪名包括贪污和偽造数据 检控官指责32岁的卡尔·佩莱斯 在2014年2月这间交易所倒闭前 将几百万比特币转移到他的个人户口 交易所在损失大约85万比特币之后申请破产 损失价值接近5亿美元 这间交易所处理全球最多的比特币交易 交易所宣布倒闭之后使到投资者愤怒 并且损害了这种替代货币的声誉 这种丑闻促使日本国会制定法律 规范使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